我们各位国际班的学员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们要进行我们的课庭开心进行 先给大家 给自己打扮一下 比较大一点 为什么我要叫大家自己鼓掌 因为我们各位学员已经克服了人性的弱点 什么弱点 就是恐惧 因为之前你没来接触台湾民进府之前 还是说你听到台湾民进府这个讯息的时候 其实你心里是怀疑的 你的心里是恐惧的 你恐惧说 这感觉是真的 但是今天你来了 你就是有相当的决定了 你就有相当的决定 因为你已经克服那个恐惧感 在这个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国务卿 也是以前的这个医押科战争的总指挥官 叫做Colin Powell 有没有 包威尔将军 他在说 他在做决定的时候 他大概只要大概只要40%的讯息的时候 他就可以做决定 要怎么行动 如果太多讯息 70%的讯息给他 他没法做决定 也不败了 也已经不败了 所以说我们大家今天可以来到这里 就是说差不多有40% 甚至比40%的讯息更少 就已经给你足以作效决定 你今天会来台湾民进府上课 所以说叫大家自己高充是这个原因 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内容 就是题目叫做 发力眼光看现实台湾 是怎么要用这个表情呢 我们在看台湾现在的种种很凶 你去看的时候感觉 好像真的 又好像假 对啊 到底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 你没法有一个判断 其实呢 如果来台湾民进府上课 后有法律的这个概念 我们就很清楚可以看到说 台湾的真正地位是什么 现在这个治理当局 就是所谓的中华民国 他到底他的所有的动作 在做什么 你每次都看得清楚 我们用这个投影片 来给大家分享这几个概念 第一个表达叫做 是不是国家 是不是国家 这个因为议题 要放这部电影 要放这部电影评的时候 这有整个问题 学习课一下 台湾敢有退出联合国 没有 台湾有没有 没有加入过嘛 没有加入过 就是所以也没有退出的问题 所以台湾也没有加入过联合国 那之前阿扁有在推动一个叫 入联公投 那到底入联公投行不通行不通 那个当时国民党那边 他有做一个反联公投 来抵制阿扁的入联公投 那当中大家有印象嘛 啊 然后就是说 要怎么变成联合国的会员国 我们先看这部这个鸭片 先点一下 不合逻辑 陈世变总统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潘金文 表明要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 结果潘金文以联合国实行一个中国政策为由拒绝受理 不但在联合国网站上公布决定 心情意义当潘金文的副发言人欧卡币 在联合国简报时也特别做了说明 当场就有外国媒体表示联合国的错法不合逻辑 由于台湾记者不能进入联合国采访 TBS记者今天也以电话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联络 当记者提及陈水变总统表示 联合国秘书长无此权限退回台湾的申请时 秘书长办公室的回应是 秘书长有无此权限 这也是联合国会员国来决定 人家致意台湾不是会员国无权智慧 第一月新闻范琪综合报导 好了 这个影响片里面 其实讲一个很现实的状况 台湾 旁边下 人家国入联的申请书叫潘金文 叫潘金文把他拿走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修课一下 来看后期间的投影片 这个 待会讲到 先还有几个例子 让大家了解说 到底 现在台湾现在的状况 到底是不是国家 这些新闻 新闻在自由时报里面 这9年的七月七八 那时候谢淑薇 他跟他的搭档彭帅 在温布登王朝 女双冠军 这时候 记者日本媒体的称赞谢淑薇 他说他是第一个搭档冠冠军的台湾人 叫他谈一谈 这对自己的国家有何意义 结果彭帅在旁边就说 等一下 我 对不起 我还坐在这里 我不能接受说台湾是一个国家的说法 你看 结果我们记者就来问 这个体育署的副署长 他就说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 独立国家 这个毋庸置疑 你看 不一样公反 台湾到底是不是国家 是世界上 外面说的跟我们里面说的 都不一样 谁说对 对了 彭帅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体育署的 体育署的副署长 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你来看 彭帅他代表是最一国的人 他是 中国人 如果把我们文水副署长 当中是我们自己台湾这边的人 自己人说对 是外国人说对 外国人说得这么对 外国人说得这么对 好 这个是什么 包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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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个 他在凤凰卫视 采访的时候 他有说这句话 这是美国坚定的政策 这是美国坚定的政策 这个 他这个公法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在2004年 10月25日他去访问北京 这个凤凰卫视的记者就访问 好问的这个北京是因为 记者在问 最近中国方面有点不安 台湾一直在说我们不必宣布独立 因为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因为已经有26个国家 来承认 您怎么看 记者在问包卫 所以包卫 他就说 无论他们怎么说 我们的政策是明确的 就刚才那句话 刚才英里的那句 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不是独立的 他没有作为一个国家 所拥有的主权 这是美国的政策 坚决的政策 这就是一般人在说的 一宗政策 一宗政策 这个公法里面 其实隐含了两个主体 一个主体叫做中国 另外一个主体叫做台湾 你如果跟台湾跟中国 跟分纏两个不一样 你大概就可以听得出来 他在说什么 好来 这个 美国国安会主任韦琳德 他也有说 中华民国不是个国家 这个 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是2007年 2007隔一年就是2008 美国参总统 中华民国参总统 他这就有说 他这有说 美国政府的立场是 中华民国多年来 都是一个未解决 带解决的议题 所以他就说 中华民国不是国家 ROC是一个多年来没有解决 而且带解决的议题 好 他这句话在这里说 在这里 台湾或中华民国 目前在国际社会都不是一个国家 美国政府的立场是 中华民国多年来都是一个未解决的 代解决的议题 就是这句话 the position of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ROC is an issue undecided and it has been left undecided as you know for many many years 这就是美国关峰的工法 这是关峰的工法 所以说 刚才说的 区域署副署长 他在说 台湾是组成这个国家 怎么跟外国的 外国大国的官员讲的完全不一样 再来 这有一个 叫做郝博春 郝博春在2013年的6月29 有一份这个记者访问 他就在说谈民族 他里面有一个句话说 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你想想想 郝博春 做过中华民国的什么官员 行政院院长 行政院院长 郝博春 他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他是中国人 彭帅是中国人 你看中国人 说的都是一样 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他才有说 郝博春说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或者说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知道吗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是 什么样 什么对一面在说的 人家在说的 人家在说的 人家现在都说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郝博春说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或者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都是自我盈横 都是说白菜 都是说白菜 做过中华民国的 行政院的官员 他说台湾跟中华民国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有这句的你看 他是不一样的 但是全世界 没有人敢说 中华民国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但是这句的 我们要给他稍微修正一下 中华民国曾经是主权独立国家 那现在是不是 不是 现在不是 所以他这句要修正一下 所以郝博春的说法 台湾自称是主权独立国家 这是谎言 这做过中华民国 行政院已经说了 宣称中华民国是台湾 也是谎言 这是立正在说的 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 这是 但是他过去是 现在不是 那未来会不会是 应该也不会了 除非他能够回去南京 重新 重新 重新得回政权 不然他是没有 不可能 好 刚才有说到联合国 在联合国的官网 官网里面 所以你如果看 他有具体的语言版 具体的语言版 我们较少许的 都是点中文来看 你点中文的时候 你点这个联合国的 会员国 会员国 在里面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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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家看没什么东西 刚才我们在说的那个压片 它是不是说 我们国家的心穿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你在中文版里面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 你要看英文版的 你要点英文版的 点下去之后 他这才会产生 如何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 就是这 About Membership 他这边才可以出现说 你如果中文版的点没看 你要用英语的 你点下去 他才会看到 这有些的 About UN Membership 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说 How does the country become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一个国家 要怎么成为联合国的会员 他这就给他下 他这就有些 How does the new state or government obtain recognition by United Nations 一个新的国家或一个新的政府 要怎么让联合国的会员 来承认呢 这就有写到 因为这钱比较小 我们来把它放大来看 这个 他这就有说到 你如果要成为一个会员国 state are admitted to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by deci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up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意思是说 你如果要成为一个会员的资格进行 你要让安全理事会给他推荐 推荐完之后才会进去联合国的大会 再进去被表决 他的程序是这样 他的程序是这样 他的程序是这么简单而已 但是 要怎么 要怎么让联合国 生人生一个 这个新的国家或新的政府 要怎么被承认 The resignation of a new state or government is an act that only other states and government may grant or withhold it generally imply readiness to assume diplomatic relations 意思是怎样 他意思是说 联合国敢不直接给你生人 你是新的国家 你是新的政府 不 你如果他要给你生人 你是一个新的国家 还是你是一个新的政府 要由联合国的会员国来给你生人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 你要是一个主权的国家 才会由这些联合国的主权国家来给你生人 要承认你 你才会 你要承认你 你是主权国家 你才会被联合国承认 你想想想 以前美伊战争的时候 海山政权 看台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 伊拉克的那个联合国的代表 他就辞职的就离开了 有没有 你有没有注意到 因为伊拉克的政府已经 那个海山政权已经去美国给他 所以他就 他就那个政权已经就不存在了 所以那个政权的代表在联合国里面 他就要退出来 一直到 美国退出伊拉克之后 让伊拉克重新恢复主权 他们再改新宪法 成立新的政府 这个时候新的伊拉克政府 再进入伊拉克 才有重新新的代表出来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个 就是这样 所以他刚才在说 这个 新政府 我用伊拉克来举例 这样你就请测了 就说伊拉克 伊拉克的 要加上伊拉克的关键 就是要主权独立的国家 他要如何变成 要如何变成 要如何变成 变成 变成 这才有说到 他的流程就是说 要先 这个 Security Council 要先这个安全理事会 给他推荐 15个 会访国里面 要有9个会访国 给他推荐 同意 但是他各国附在一个条件 有5个常政理事国 不能投反对票 他这样成立 他这样推荐后 再进去大会 大会里面 三分之二多数决 通过 他就马上取得 联合国的会员国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 要不要加入联合国的关键 是什么 要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台湾是不是 不是 中华民国是不是 也不是 但是美国他很反对 那时候阿扁在推陆联公投 美国是非常反对 因为他认为这个是有 独立意涵的这个公投 独立意涵的公投 所以美国反对 所以我们来看 阿扁他去申请 他去申请 那个加入联合国 被联合国秘書长 那边给他提供 你感觉怎么样 刚刚好而已 因为你这个要件都不成立 你怎么可能申请得过 对不对 而且要经过安全理事会 给你推荐 好啊 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在说的 那几个新闻书竟里面 我们一直在强调 台湾不是主权独立国家 现在的中华民国也不是 那你如果把台湾跟中华民国 夹夹做机会 你会永远永远没有办法明白 台湾的真相 这一时我们 你就要把台湾拿出来看 看台湾的地位 从1895年开始 他那时候的地位是怎么样 关于台湾的法理事实 我们用历史事件 这样时间序列 这样把它摆下来 你大家看一下 1895年的4月17号 夹复战争 马关条約之后 台湾这一块土地 变成日本天皇的黄土 对不对 这个我们初纪班有说过 好啊 这个时候呢 关系台湾的政府 是第一个政府 大日本帝国 对不对 是大日本帝国 一九四三年的 在今未切印 这天什么是指 1943年 这天就是人所谓的什么 开罗宣言 对不对 所谓的开罗宣言 开罗宣言 他就在说什么 台湾 帝奥 和满洲 切治中国的领土 要归还给中华民国 但是在这个当下 台湾其 台湾的领土的所有选择是什么 是日本天皇啊 管辖的还是大日本帝国啊 怎么会是窃取呢 再来1945年4月1号 这天什么日子 这天就是 台湾实施民治宪法 实施民治宪法 这一阵台湾的土地 正式称为 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他管辖的还是大日本帝国 一直到1945年7月26 这一阵什么日子 就是波子坦宣言 波子坦宣言他就是在说 日本 他自治世界前 他应该怎么怎么怎么 不然我会给你怎么怎么 这就是波子坦宣言在说的 他在发表波子坦宣言的时候 台湾的土地鸟土主权 有什么变境 没有啊都没有变境过了 也是黄土大日本帝国在看什么 一直到1945年的八国十五 天皇 玉英公投降 宣布五条件投降 这一阵台湾的领土主权 有什么变境 也真的没有变境 就像投降而已 他一直到1945年的十月二十五 以前就是十月二十五 那一天就是我们所谓的 中文民国跟我们骗的 叫什么光复节 这一天 这一天还是一样啊 有没有做任何政策改变 也还是没有 好我们来看 1945年的十月二十五号 这一天开始 就是那个军事占领 因为日本箭牌 日本箭牌 根据迈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 1945年的九月二号 在密书里建议上面发的 是在一般命令第一号 发的后 中文民国 他开始才有主意来台湾占领 他开始才有主意来台湾占领 但是给大家大家请教一下 1945年十月二十五 这一天来占领 领土有没有变境 没有啊 也是没有变境嘛 对不对 还是没有变境啊 所以他在 他还是属于天皇的土地 但是已经变成美战 中华民国 在我们这里在关系 他来到1947年的五月七三 日本 他因为要 他因为要修改宪法 因为这是盟军要求他的 要求他要修改宪法 成立新政府 所以变成新鲜日本国 但是他的领土呢 有变境吗 也不变境啊 都没有变境过 但是新鲜日本国去给盟军 根据波子产宣言 限制了他的主权行使的范围 所以刚好四大岛跟盟军决定的小岛 这是新鲜日本国 再来到1947年的十多千 这一天就是 这一天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意思是什么 中华民国是什么 招罗了嘛 就是流亡了嘛 这一天在在 台湾人民的中华民国 他就变成流亡的中华民国 他变成一个流亡的政权 一直到1951年的九月七八 这一天是什么 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的一天 那这天呢 簽下去 台湾人民共和国有 还有还有什么人 没有啊 那有看过就是和平条约嘛 日本只放弃台湾澎湖的 right title claim 但是他有没有把这 台湾澎湖的领土主权 移转给任何人 没有啊 所以还是天皇的土地啊 那这一面的关系 那些人也是流亡的中华民国啊 一直到1952年的四月二十八 最近合约生效了 生效了 他的台湾的地位还是一样这样子啊 一直到1979年1月1号 这天什么日子 美国正式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他就不跟中华民国 有正式的官方往来的 这所谓的一般所谓的 中美断交啦 一般的在台湾 所谓讲的叫中美断交 借着中华民国 流亡的中华民国 他就蜕变成叫做 台湾治理当局 在台湾治理当局的名词 根据台湾关系法来内 的用语 台湾的关系法来内的用语 他就变成台湾的治理当局 所以有这里看 你就会发现 台湾曾经是国家吗 没有 那中华民国是不是国家呢 也不是了 中华民国在台湾 只是从军事在年一直到现在 这样而已 就是这样子而已 然后我们来看一个议题 我们知道说 中华民国在台湾 我们刚才有这些历史序列来看 已经知道说 他已经流亡了 我们常常在台湾看到一个名书 叫做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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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我们就来看一个 这是什么比赛 最近啊 仁川亚运 有没有 有没有 仁川亚运啊 这堆是什么堆 印度 对不对 印度 对不对 印度 这堆是什么堆 印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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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这堆叫印度 好啊 这堆呢 哎 这堆呢 人都一堆 要他打两堆 再加一堆 这堆什么 外面 China 堆电 这堆什么堆 澳门啊 澳门啊 那有没有发现 澳门一点中国 他这个是什么意思 澳门 他的主权 他的主权 他的主权者是什么 中国啊 对不对 这堆呢 香港 到底 香港到底 香港到底 China 意思是什么 香港现在的主权 是归属哪一个国家 中国 所以中国是香港的主权者嘛 对不对 对啊 好啊 来看这堆 China是台北 哎 一般我们都说China是台北 就是台湾堆啊 奇怪 他没有台湾 你不说奇怪 我们常常在说 这堆台湾堆 这堆是中华堆 对啊 他在China是台北 他没有台湾 如果说你要把他台湾 那变成是不是叫台湾 他常常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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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啊 他不就是要台湾一点 China 这样会怪怪的啊 对啊 从来中华民民共和国 都不来人家行使过他的主权啊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名称上面 你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叫做China is Taipei 这堆呢 这堆呢 这堆什么堆 这堆哪堆 这堆哪堆 这堆哪堆的嘛 这堆哪堆的嘛 对不对啊 这2007年呢 这个亚紧赛啊 你看他们穿的球杀 什么堆 什么堆 China is Taipei 也是又China is Taipei 对啊 也是又China is Taipei 没有台湾啊 还是China is Taipei 也是又China is Taipei 对啊 那请教一下 那到底China is Taipei 是什么意思啊 在全世界 除了台湾以外 台湾的国家都知道 China is Taipei 它在国际上的意义就是 China is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流亡的中国政府在台北 在台北 那你注意看 这两个名称 其实他们是没有互相隶属的 他的意思是说 有一个国家 他的政府 因为 就是像中华民国这样 因为内战的关系 他原本的政府 招离开他原来的领土 去外国 继续他的政府组织的运作 去外国 我重点 去外国人的领土在上面 继续他的政府的运作 这样他叫做流亡 所以说 他去百人的领土 这件事 去那个领土的所在 只能用都市的名称 他就是来台北 所以你就知道台北 台湾的台北 是中华民国 他流亡过来 这边继续他中华民国的运作 这样而已 那台湾的台湾这一块土地上 对于中华民国政府来讲 是他的领土吗 不是啊 对他来讲是外国啊 对他来讲是外国啊 那咱就更清楚啊 那咱就更清楚啊 好啊 有什么人说过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蔡英文又说过呢 蔡英文又说过 这是在2010年的5月26日的新闻 他有讲过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但是再一年 准备要选2000 2012年的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 他都改了 改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请问一下 刚才郝博春怎么说 2013年郝博春怎么说 说这句话是什么 骗人的嘛 谎言嘛 自我原法嘛 是骗人的啊 对不对 郝博春说在骗人的啊 说台湾怎么可能 会变成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也不可能 变成台湾啊 好 你来看 待会你看到这些新闻 你是要高兴还是要愤怒 这个 先看这个 这个新闻人办美签 我们这个鸭皮 把它放一下 不管是干嘛啦 反正一定要办美签就是了 结果现在呢 怎么搞的中华民国的护照 拿去AIT办美签 结果被归为是中国籍 这就发生在金门人的身上啊 那么福建省金门县嘛 所以AIT就通知美国学校说把这位小姐的户籍改为China AIT解释这是电脑系统的问题 只是福建省的金门马祖都会直接归类中国大陆哦 就是因为护照本上的这行字 出生地福建省金门县 惹来一肚子气 一位许小姐打算赴美深造 日前到AIT办理美签的时候 因为护照上显示 属于福建省金门县 AIT的电脑系统直接把许小姐的户籍登记成为中国 还要求美国学校方面 也得将许小姐归类为大陆籍 让人气炸 当地民众不满 立委也抱怨 国籍问题长期遭到吃豆腐 但AIT双手一摊 认为没啥不妥 外交部强调争取多次 但简单的电脑城市问题 却让金马地区民众 饱受困扰 被逼着每回赴美 都得充当一次大陆籍人士 专席转成一帆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没有啊 你刚才看这个新闻里面 是不是有很多人有很多公法呢 对不对 你看那个记者 你觉得记者讲的是实话吗 那个中华民国外交部的官员 他有讲实话吗 你看美国AIT的官员 他有没有说谎 他没有说谎 但是他没有把真相讲出来 对不对 他没有说谎 我们的记者搞不清楚什么是国籍 什么是户籍 所以都把你用这迷魂证 让你自己都搞不清楚 就是不让你台湾人有觉得有什么 这个主权或国家的概念啊 国籍把它当成户籍 真的差太多了 其实美国为什么要把金门马祖归为中国 为什么 他本来就是啊 他本来就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美国如果不把金门马祖当作是中国领土的话 那美国跟中国之间 他们的公报里面 就已经有强调说两国互不侵换主权啊 那本来就是他的领土 美国不可以把他当作是白的地方 白的地方 这样的话会造成 侵犯的中国领土的完整性跟他的主权啊 所以美国 他在做有可能是电脑技术上的问题 不可能嘛 一个国家在做事 有可能是电脑技术上的问题 就在看 再来 这也正前 这近年六月份的新闻啊 这赖清德市长去中国讨问 讨问的时候他说什么 台湾未来的政党要由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来决定 对啊 国台办就来给他做一个回应啊 最有名的就是这句话 他在说啊 任何涉及中国主权跟领土完整的问题 必须有包含台湾同胞在内的 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对啊 請问呢 这句话的说法 有 有对台湾 有说到台湾的领土主管的未来 要由中国决定 这句话怎么办呢 没有啊 你注意看啊 中国主权跟领土完整性的问题 由全中国人共同决定 这句话有没有错 没有错嘛 对不对 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啊 谁是台湾同胞 台湾同胞是什么人 蛤 所以我们都被中文搞混了 compatriot in Taiwan compatriot in Taiwan compatriot in Taiwan compatriot是什么意思 就是 因中国人的同胞啊 compatriot就是 中国人 中国人在说 他的同胞就是因中国人啊 因中国人 因中国人都在台湾 就是台湾同胞啊 所以他这句话的重点不是 全中国人民啊 所以是中国人决定 他们的领土主权啊 不然你把这句话倒下去 又把台湾人倒在里面 那台湾人怎么会去决定 中国的主权跟领土的完整性 那不就国台办自己先出去配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注意的 中国人在讲台湾同胞 所谓的台湾同胞 所谓的台湾同胞 不是台湾人 是中国人 是住在台湾的中国人 也就是马英九 他们这一批的 他们这一批的人 叫做中国人 他们是联王在台湾的中国人 好啊 先问记者 就去问马英九啊 叫他就要回应嘛 人家就已经跟你说到 说台湾前途由中国决定 请问一下 这记者 新闻媒体也很够三位 人家那句话里面 也没说到这个概念嘛 对不对 对啊 结果就毕竟说要讲啊 结果在下午的7点29分 他就说啊 政府一向坚持 在中华民国宪法这国内 由台湾两千三百万的人民 共同来决定台湾的未来 好吧 你听着这句话 你有什么 你会觉得怪怪吧 怪怪的所在在什么所在 对啊 我我我我我举个例子 你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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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出来 台湾跟中华民国 台湾是不是属于中华民国 不是嘛 所以他一定要这样讲啊 因为他是 对不对 他在这管辖 虽然是管辖 但是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才要 他才要这样子讲啊 所以我举那个欧巴马在说 套一句这句话 你就知道台湾跟中国没有关系 他只是在我们这边 流亡 行刷管辖 这样而已 变成台湾关系外的 那个 治理当局 好 所以你要看 他有没有泄漏天机 有啊 他泄漏天机了啊 所以你看到这个新闻那一转 你爱欢喜 还是你爱憤怒 你看到你是高兴还是愤怒 你应该高兴啊 因为你已经看到真相了 对不对 你已经看到真相 你之所以会愤怒 是因为你还混淆 你还看不到真相 所以你才会愤怒嘛 对不对 好啊 那就给大家看 中国民国来台湾用的这部宴法 你如果要继续用下去 最后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跟中国统一 他的县怀的 装修条里面 2005年修正的 他里面的前提 因应国家统一之前的需要 所以 在日本在台湾的这些中国人 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统一 没有错啊 中国人要统一 你要不要反对 要 干嘛反对 中国人要统一呢 对啊 你不用反对嘛 对不对 中国人要统一 不关我们的事啊 那是他们家的事啊 你要为什么要反对 不需要反对嘛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把自己的身份 确认是跟他不一样的时候 你要拿着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要拿中华民国的护照 那你又要遵守他这部宪法 你的将来就是怎样 跟他一起统一过去的嘛 对不对 对啊 因为他的这部宪法 写得非常的清楚 好啊 你再看中华民国宪法 像我刚才跟大家说 别人叫那些公园 泄露天机啊 台湾不属于中华民国 你再看 根据他们的中华民国宪法 1947年的1月1号 公布的 他的憲法里面 的第四条 中华民国领土 依其固有僵域 非经国民大会决议 不得变更之 给大家请教一下 你娘头变更 娘头变更 真够娘头是变更 对不对 甘酒娘头是变更 也是对嘛 好啊 请教一下 我们刚才有说 台湾 在1895年 已经变成日本的领土啊 黄土啊 那如果说 台湾要变成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 已经在1947年才公布了啊 对不对啊 1947年以前 台湾都是 都是日本 日本天皇的领土啊 请问一下 台湾 中华民国曾经召开国民大会 变更领土 没有 没有 从来没有 把台湾并入中华民国领土 有没有 从来没有啊 所以刚才中华民国 妈 英俊说的那个 在中华民国宣化 再过去 对不对 台湾的未来 由台湾的人民决定 我刚才跟你说 台湾 他已经泄露天经 台湾跟中华民国没有关系啊 那就是在这里 他们的现场里面 现在在行车啊 根本就没有关系啊 也没有 也没有合并过啊 对不对 好啊 我们再看一下 中华民国的宣化草案 在提出的 是1930年的五月成功 他们有说 他们的旧有疆域 旧有疆域 他们就有疼 旧有疆域 旧有疆域 这个里面的资 大家花一点时间看一下 你们有写到台湾澎湖吗 没有啊 请问一下 金门马祖属于哪一省 福建省啊 中国福建省啊 所以福建是 金门马祖是不是 中国的固有疆域 是啊 没有错啊 没有错啊 从来 也没有移转给别人过啊 只是中华民国流亡而已嘛 流亡他还控制的那两个岛啊 好 1936年 请问一下 这 在台湾怎么办过 就是台湾博览会 那个时候是日本 治理时代 他有一个 叫做始政四十年 台湾博览会 我们看 始政四十年 还是第几年 西元都几年的时候 是始政四十年 1895年 变成日本的领土嘛 对不对 始政四十年 你再加四十 那是什么 1935年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好啊 1935年的 台湾博览会 你看看 这当时的那个 博览会的现况 这是台北的公会堂 你看看上面 插的旗子 就是一个国旗 日本旗呢 对不对 1935年的 你看 1936年啊 他们中华民国 憲法提出的时候 有没有包含台湾跟澎湖 不可能啊 对不对 不可能啊 因为 1935年 在台湾在办台湾博览会 是日本啊 对不对 是日本啊 所以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啊 这其实是日本领土啊 怎么可能会跑到 中华民国的 在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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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嘛 对不对 这个 这台北朝铁 台北朝铁 实证44年 台湾博览会 啊 这 这也是台湾博览会 的 装品 这样看 那时候 建筑你看看 很有格调 对不对 很有格调 很有美感啊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中华民国在台湾 有刚才说的基础之后 我们现在来解析一下 中华民国在台湾 他到底我们来试试一下 你如果没试试他 你就没试试说得很清楚 1945年的10月25日 这天 这天 中华民国来台湾 他是代理美国军事占领 带领美国军事占领 所以那天在台北共会堂里面 签一个受账典礼 有没有 那是日本军要投降 向谁投降 向蒋介石来投降 根据一般命令第一号 一般命令第一号 他的内容是什么 关于台湾的部分是什么 北纬16度以北 印度之那就是现在越南 中国战区不包含满洲 还有台湾澎湖 这边的日本军 要向蒋介石大元帅投降 一般命令第一号的内容 关于台湾的部分 就是这样 这只是军事上面的军人 要向蒋介石大元帅去投降 这样而已 有没有牵涉到领土变坑 没有啊也是没有啊 一直到1949年12月10号 就是蒋介石他正式流亡的时间 这一尊他们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那1979年1月1号 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他不被美国承认 成为一个主权政府 他变成一个台湾治理当局 也变台湾治理当局 他连国家的地位都不是 好啊 就是我刚才说的一般命令第一号 麦克阿瑟将军发布的一般命令第一号 那一个也是经过美国总统 批准的 再来 一变成流亡政府之后 他要怎么继续留在台湾 那他要怎么可以继续来管理台湾人 你流亡政府才说你敢管理流亡的子民而已 对不对 就好像印度的德兰沙拉 印度德兰沙拉这个西藏政府 他可以去管理印度人吗 不行啊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 他可以来台湾管理台湾人 主要是这个 根据 旧现在和平条约 下来的中日和约 下来的中日和约 下来的中美共同防疫条约 让蒋介石这个流亡政府 继续保有主权政府的形态 可以继续来管理管理台湾 老人都不走啊 不走啊 又搬起我们头上了 好啊 他在来到 他蜕变成台湾自己当局的时候 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这是台湾关系法 1979年1月1号 因为美国已经没有信任他了 不承认他 但是他又要留在台湾 又要继续管理台湾人 那他势必要有一个法律依据 那就是台湾关系法 所以在台湾关系法里面就指定 讲到台湾 如果是指这个治理当局的话 就是包含1979年被中 被美国承认为ROC的那个政府 以及1979年以后的他的继任者 都叫做台湾治理当局 他的法律依据是台湾关系法 要请告诉大家 台湾关系法 是两国之间签的条约吗 是台湾跟美国签的条约吗 不是 这是美国国会通过的国内法而已 所以你要想看看 一个地方 他要适用美国国内的法律 请问一下 台湾这个地方有没有独立 是主权独立的吗 肯定不是啊 对不对 你看你就知道 好啊 我们知道这个庄民国 他的身份之后 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测验 什么身份 他在做什么事情 来 这件来的 这个就是 他所谓给我们评论 台湾关系一个小品 就是1945年的十月以后 在台北公会堂 办的这个受享典礼 你最后看这个小品 他上面还有插一支什么枝 美国枝 奇怪 是怎么插美国枝 他 他 中国民国 蒋介石他是不是靠靠声声 他说 根据 这个卡罗宣言 博士兰宣言 还有日本偷像书 他来台湾接收台湾 就定义说台湾变成 回归成中华民国的领土 啊 第一 中华民国这个蒋介石 他心来 他因为这天是什么 台湾关户 意思是说 我把他兼并过来了 他在做的是做兼并的动作 我们是什么 他要插一支美国枝 给美国看 他要符合战争法里面 他是军事战 而且他是受 主要占领全国 美国 根据麦克奥森命令第一 一般命令第一号 指派蒋介石来台湾 做接受日本军的投降 所以他要插一支 插一支 是要 是要给美国看 他是一个 带领美国军事战领的新闻 但是 他给你写这个 这是要给你们台湾人看 就是说 我给你兼并过来了 你已经变成我的了 所以 他是用这种 他用不同的新闻 在做不同的事情 看得出来 好 再来 这种 这种 你看 1946年的1月20号 1月1月12号 1 用一个 节餐日 第01297号 这个文号 跟台湾人的国际 全部变境做中文国的国际 听问一下 他这个行为 是不是又是做兼并的动作 把你站为己有 那种动作 对啊 但是 这个动作 本身 跟国际法 不合法 这不合法 这美国英国都抗议过了 包括加拿大都抗议过了 所以他做的这个动作是不合法的 所以台湾人现在 拿大都抗议过 这个新闻前 来源是这个 但是这个来源是错的 这是不合法的 这是不合法的 所以 他是接受美国 代理台湾军事占领的身份 但是他却做了一个 兼并台湾的事情 那 就窃取嘛 是不是 他才叫窃取啊 那 他这个动作本身就不合法 好 再来 看身份身份做什么事 这个 他的民国一百年 他在庆祝他的民国一百年 那 也是十月二十五号 他也在庆祝台湾光复节 你感觉奇怪吗 是怎样庆祝他的台湾光复节 还要看一支美国旗 所以 庆祝台湾光复节 是要给什么人看 给你台湾人看 给我们台湾人看 他要给我们骗 他骗说他是一个中外民国 拥有台湾 这件事 但是他要给美国旗 他要给什么看 他要给美国人看 我还是接受你在美国指挥的 我的来源是 是根据一般命令地号 来占领台湾的 所以你看 看图就以前都看不出来 上课后 你已经看得出来了 对吧 那样 什么身份 做什么事 来 这个 他们中外民国的大法官的视线 这是在82年 他们民国的82年12月24号 也市至第329号 这个大法官视线 他这个大法官视线 他这个大法官视线 他的内容就是说 有一些立法议员 要求大法官解释 解释 这个 他们的中外民国政府 跟外国签的条约 要怎么样来 是在法律上 到底是 是什么意思 甚至说 跟中国大陆那边 签的协议 是不是国际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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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签他们的大法官的解释 这大法官解释一下 这大法官解释一下 憲法所称的条约 就是说 中国民国和其他国家 还是国家组织 所签的国际书面协定 包括 国家教育还是公众的名称 就是说用设定的这个名称 但是 他的内容直接 涉及国家的重要属行 人民的权利意义的时候 还有法律 侯令 这都叫做国际条约 这叫做条约 要说这就是要 让立法院批准 他说 但是条约就要批准 如果协议也是要批准 在他说他有事先 有给他董他过来 就不用批准 他就备查就好了 这你去看 说一看 说一看一堆 最重要的 他这又有说到 他这又有说到 依据宪法第四条规定 这如果牵涉到 条约按撤击 领土变更的时候 他们的大法官还有三个人 我再来说 要由国民大会来决议 那他这又符合我 我刚才那个公文 台湾 没曾经因为 他们的国民大会开会 把台湾的领土 并入中华民国 没有啊 他没开过啊 对不对 然后他再来说解释 又在这下 台湾地区 与大陆地区 签订的协议 不是本解释所称的 国际书面协定 是否应送立法院审议 不在本件解释的范围 并此说明 你看 他们的大法官解释 中华民国和中国台湾的政府 他们去签的协议 是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协议 不是 对啊 那那那到底是什么协议 什么身份 流亡政府嘛 对不对 流亡政府跟他们的 原来的政府要签协议嘛 有这你就看得出来 有这你就看得出来 所以 中华民国的身份在台湾 他用主权的形式 在欺骗我们台湾人 但是呢 他对外呢 就没有办法 对不对 他对外就没办法 好啊 再看一看 你是不是有签一个 签问一下 我们不要看过 那个厚表书吧 那个厚 我们在做厨上面 有签一个 租赞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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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上面有什么 签契约数的甲方 签契约数的乙方 有没有 对啊 甲方和乙方 这也是 这也是 契约数啊 对不对 契约数上面的甲方乙方 有什么人 你看看 一个叫做海基会 一个叫海峡 海协会 所以 这个厚表书是谁签的 两个民间组织签的 你不敢这么奇怪 他不是口口声声说 他自己是主权国家 那怎么会有两个 两个机构 民间机构去签这个 啊 你如果去把他的 白约三来看 请问一下 专头专尾 哪有什么 都没有 两岸 他跟这两岸而已 好啊 我给他请教一下 这两个 这两个机构 是什么人的机构 都是中国人的机构啊 对不对 对啊 那中国人的机构 他们要促进 他们中国人之间的 这个经济发展啊 那假设啦 假设 中华民国离开台湾了 那 这一部 可以拿去拿到哪边去用 金门马祖啊 对啊 又平坦嘛 对不对 他就拿过去那边用就好了 啊 就说 要让专尾 一家协议 不要再继续影响南台湾 最快速的方法是什么 是去跟他抗议吗 叫他不要通过吗 对不对 就叫他们离开台湾就好了嘛 离开台湾的要件是什么 就是我们台湾民政府 这个合法的 根据国际法 生成法 成立的政府 要来接掌他们就好了 把他接下来 然后他们离开 那这一个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 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啊 因为那是他们中国人签的嘛 对不对 好啊 各位来看 什么身份 这个 这个就有趣了 你看 领海基线 我们知道 你要透 你要透 有 有这个边界嘛 对不对 领海也有一个领海的 那个 那个界线啊 他的领海 领海 领海基线啊 他是这样有的喔 台湾刚才有的 金文妈祖 是那边的 这地方民国自己领海 地方民国自己领海 这个 这个 这边边把它放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领海基线 留白 这个 其实也没有留白啦 都已经画好了 哪有留白 我们这个领海基线 把它放一下 好像常常在新闻当中 有看到 我们这个渔船啊 是不是没有许可啊 所以呢 闯进了什么什么的海域 这样的新闻常常听到啊 那么这个海域上面 到底是怎么样 划分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的领土 包括哪些地方 这个是五天前呢 行政院所公告修正 中华民国领海的基线 结果看到了 在这个 这个红色的这个点点啊 也就这个虚线的范围里面呢 是我们自己的领土 诶奇怪了 另外一条虚线呢 这条是归于大陆的领土 结果我们看到了 马祖啊 金门啊 怎么现在都变成了 大陆的领土了呢 现在内政部长江一画 表示一年之内 会进行二度的修正啊 这个领土要搞清楚 连我们自己行政院所公布的 都是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出问题 一定要把马祖跟金门给划进来 但是这个时候呢 维护台海安全的国防部 跟海巡署却互相踢皮球 都说这个不是自己所管辖的范围 那谁来管 国防部这个样子是相怨啊 报委员没有相怨 因为所有的海巡 执法的单位都是海巡署 国防部怎么会这样讲呢 刚刚讲了 不可能啊 那个权责很清楚嘛 国防部会这样讲 国防部推给海巡署 海巡署又推出去 互踢皮球的议题 原来是行政院18号公告修正 中华民国领海基线 只有台棚 钓鱼台 东沙和中沙等岛屿 金门 马祖都没有包含在内 反倒是被对岸的中国大陆 列为内海 蓝绿立尾都同批 你让我们的军人驻守在金门马祖 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样子 虚虚的感觉嘛 这种东西 国防部当机立断 非常的严正的表明我们的立场 我认为不会得罪中共 因为毕竟这是个台海的现状 你的马云九政府 已经放弃金马的临海基线 人家让中国 我不会一兵一组 就直接取得金马的海域 这次话题是由内政部报草案修正 部长江一话 以钓鱼台可以各自主张 所以划入我国 这和金马的情形不同 更引来炮轰 中国的政府有没有把金马 列为这个领土的这个主张 就我们所知 他们是有把它列进去 因为他就在那里 那钓鱼台日本也 他也主张啊 中国也主张是他的领土换围 我们都把它列进去了 为什么金马 金马我们有人住在那里 那是我们主权所及的换围 钓鱼台可能还没有人住在那里 我们要画金马跟画钓鱼台 在考量上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这两个地方都有争议 但是争议的情况又不太一样 突然修正临海基线范围 对不对 那在T皮球嘛 你注意看 国防部 所以 有那个国防部的公和里面 你发现 中华民国现在有没有海军 没有海军啊 对不对 如果说那个领土是他的 那他应该是要派海军去防卫嘛 对不对 他没有海军啊 他是没有军队啊 中华民国没军队啊 你再注意看 中华民国选选选选选选靠 他是一个主权国家 但是金门马祖明明就是中华民国 他自己所宣称的领土 但是他又不把这个领土范围 画进台湾里面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那他画这个领海基线 他是用什么身份在画的 他是用台湾治理当局在画的 台湾治理当局 没有办法把中国的领土画进来 对不对 对啊 他是用台湾治理当局在画的 他等于说带领美国军事占领 那美国军事占领的地区里面 有没有金门马祖 没有啊对不对 所以他这样画 有没有 他是要执行这个 带领美国军事占领这种身份 他就这样画 因为这边 以内 本来就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啊 他干嘛要把它切割开来 他如果把它切割开来 他不是自己打嘴巴 对不对 他就把自己的领土拿到别国来了 就拿到日本这边来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他自己的矛盾就在这里 看有了 在新闻看有了 新闻看有了 你从这边你就看得很好笑 你呢 将一话在回答 他就说 钓医台的争议 跟金门马祖的争议 他的性情是不一样 我们是后一句 新闻记者就没有继续说了嘛 对不对 对啊 所以说 他们在这里 在画这个线 他又不是用中华民国的身份在画 他是用台湾治理当局在画 是用带领美国军事占领的身份 在画这条线 所以你就可以很清楚发现知道说 他这样子画 你又可以发现 这个领土属于那边 他其实就是中国嘛 那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共和国 他们都是什么 都是中国啊 他说他不可能把它画过来啊 对不对 画过来就 就反而就奇怪了嘛 对不对 画过来反而就奇怪了啊 这样看有了 好 来 赶快 什么身份做什么事 来 这个 近景 中国他在画东海是 航空识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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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中华民国的国防部在做简报 把航空识别区的这个地图援出来 你注意看 他这个识别区的地图 根据中国的国防部 有的这个四倍区里面 你注意看 这条的领海 领海基线 知道吗 金门马祖 有没有在中国画的领海基线里面 有啊 他们自己国防部画的啊 所以金门马祖是哪一个国家的领土 中国的领土啊 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 对不对 这个都很真实啊 很真实啊 所以你就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 金门马祖 他在法理上 他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但是这个领土上面的这个统治权 可不可以跟主权分开 可以 对不对 虽然中国人民共和国现在没有 他的主权 没有办法基于这个金门马祖 但是法理上 这两块领土还是谁的 还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啊 对不对 从这里看得出来 主权 这个领土主权上面的管理权 是可以分 是可以分开的 分开的 好啊 再来看 什么身份做什么事 来 这个 南沙的太平岛 船太平岛将部署防空飞弹 军方不予置评 通常一定是这种结论嘛 不予置评 这下面看的西深新闻 2004年的6月24号 这个新闻要给你看就是说 重点在这里 南沙海域最大岛屿太平岛 目前是由海巡署官兵驻所 为什么不是军队 为什么是海巡署 海巡署充其量就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警察而已嘛 所以中华民国有没有海军 有没有军队 没有军队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那下面宪兵司令部撤销 宪兵学校废职 还有后勤司令部废职 还有机关废职 你这你可不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中华民国准备要怎么样 你准备要离开台湾 bob 课 画уз 是不是 Man Notice 来 这对方宾 你注意看啊 我用一个例子给你参考一下 上次不是那个菲律宾的官员 把我们的那个渔民 打死嘛 对不对 后来不是说要出去 那个 军舰不是说要出去护营吗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 那个时候的新闻 有一段新闻 新闻里面要讲 他们出去护营的时候 他旁边跟着是 跟着一台 跟着一台军舰 那台军舰是谁 美国 是美军 是美军 而且他出去之后 不能那个炮什么都不能打 你知道吗 所以形式上 形式上 他还是要维持那个样子 但是实质上 他已经在转变了 他已经在转变了 他出去 他出去都要受到 美国的控制 你那个炮弹 你是不能随便打的 就好像既得舰上面 既然你去上海的时候 既得舰上面挂了一个旗子 是什么旗子 美国旗 对啊 所以 所以你要从这些反复的 这些讯息里面 那加上这些 台湾的国际法理的 这个概念 你就可以知道 他在台湾 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件事情 他其实是带领美国军事占领 他只是带领占领而已 他不可能永久占领 他不可能永久占领 要知道吗 来 这个 他说台独无意两岸交流 国民党不会推台独 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 两次宣布独立 在讲这句话 讲这句话 他用什么身份在讲 讲这句话 又用什么身份在讲 国民党不推台独 因为如果他是中华民国 他是治理当局 他可以把台湾推向独立吗 不行 他还要问老大哥的意见 对不对 老大哥是谁 不是中国 是美国 他要问老大哥的意见 我们是被占领中的状态 你现在被占领中的状态 你只是一个暂时状态 你这个暂时状态 最终还是要解决 但是还没解决之前 你不能把这个凝土的性质 把它变更掉 因为你是这么人的 你总有时候要行 就好像琉球 以前是被美国占领 后来变成美国托管 托管之后 他最终还是要还人家 对不对 你不能把它 把人家独立出去 中华民国不可能再宣誓独立 所以他的身份上就夹杂着 中华民国 台湾自己当局 这样子 好 来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企业经营的为什么 来 我们看 这就一个拼板 哈雷Devson 哈雷机车 哈雷机车 你刚才看 美国很多这个消费者 从哈雷机车这个logo 塑在他的手背上面 塑在他的手背上面 这表示说 这个公司这个企业 他有某一种信念 是被消费者跟他的信念是一致的 所以他愿意把这个logo 秀在他的手背上面 他的信念是什么 Live to ride Ride to live 这是他经营哈雷 这个事业 他标榜的就是说 自由 自由 活着就是要骑着哈雷机车 四处走走 很自由的四处走走 那我四处走走 骑着哈雷机的时候 来过我这样子的生活 这都是一种自由 自由的崇尚 这个 这是什么 苹果 苹果嘛 苹果 它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它通常都在挑战现况 它都是要做不同反想 要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说那时候手机 最大的一间 叫做 那时候按键 按键四十按钮的时候 最大的一间 都掉了 对不对 然后iPhone出来的时候 有按键吗 存一个 存一个ホーム键 存一个 所以它改变了这个市场 那它要把这个手机的功能 从那个通话 简讯 它把它全部改过 就是iPhone 这是苹果 那苹果 苹果的市占率 它买出的手机 数量少 其实不多 卖最多的手机 是哪一个系统的 Android手机 它买最多了 但是为什么Apple 它买新机 还是Apple 它有什么新的 这个创新 全世界都很重新 对不对 对啊 它的重要性就反而很大 所以这个就是 不一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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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间就这间 星巴克 星巴克它也有一些 它的企业理念 它经营这个企业理念是 to inspire and nurture the human spirit 所以说你既然去星巴克的这个店里面 连一瓶咖啡 你会觉得心情 轻松 在那里突然感觉很高贵 对啊 这就是它营造出来的环境嘛 所以说它卖的有没有比人家贵 有啊确实比人家贵啊 一瓶五瓶美金啊 对不对啊 你把你喝那个咖啡 跟喝那个85度C 还是说街头向尾的咖啡 有很大的差别吗 没有 没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你去买它的品牌的咖啡 感觉有同样吗 不一样啊 没什么啊 对不对 不一样啊 好啊这就是一支品牌 他用力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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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企业理念是什么 made for all 他做出来的衣服 就是要让大家都穿得到 老少 成年人老年人都可以穿 穿起来很自在 穿起来很自在 穿起来感觉这样 轻松轻松很好看 心情也好起来 这是他的契约理念 made for all 好吧 他过来 这是什么一款品牌 Costco Costco有什么契约理念吗 这个 to continually provide our member with quality goods and services at the lowest possible prices 他要提供他的会员 这个商品 优质的商品给他服务 而且在尽可能的低的价格里面 就可以让他的会员取得 这是企业企业理念 Costco 有较稠吗 有啊 确实较稠 只说有一个缺点 你还要买很多 你还要买很多 好啊 这间呢 这间现在新闻的焦点啊 以前 这个集团还没来的时候 我们对他有什么感觉 感觉 还可以新认 对不对 还可以新认啊 这个 他的企业的信念是这样 全新承诺 创造健康便利的生活文化 对啊 请问一下 他有做的 他说的跟他做的有同样吗 跟我们刚才说的那几句拼白 有同样吗 有同样啊 所以说 他在做的跟他说的 有没有一致 不一致啊 消费者会相信他说的 还是说消费者是 透过他做出来去相信 要相信他做出来 要相信他做出来 要结果 去体育去感觉到 那才会产生品牌的信任嘛 对不对 好啊 为什么他不被人家信任 你看 他讲的 标榜的 跟他自己做出来的 都完全不一样 无情无义 15年前解散卫先龙 结果解散台湾的卫先龙 跑去买中国的足球队 对啊 你有什么感觉 对对 对啊 被背叛的感觉 啊 这个 这个 这个鞭皮 帮我帮一下 对啊 陷入食安丑闻的魏映冲 在刚刚已经宣布 辞去了鼎心智油 魏权正义三家公司的董事长职务 而鼎心集团再报食安弊端 算一算在短短一年之内出包三次 从去年11月鼎心智油混参了禁用的致癌物同叶绿素 到9月份 这个魏权使用强罐搜水油 再加上昨天爆出的正义公司用饲料油来制造猪油 每一次出包都有份 让网友酸说啊 鼎心集团无意不语 而作家张大春更在脸书上痛骂 是无限期的全面拒绝魏权鼎心 而九把刀更是出面暗奉鼎心魏家说 大坏蛋下地狱之后 会被扔进油锅里炸 事业经营就是要同手无期 我们四个兄弟绝对同手无期 言犹在耳的承诺 看起来就好 主要是要听他说这句话 所以你要看看 一个起来他在做的行为 跟他说的 你是相信 你要买他的东西你是相信他说的 还是说他做出来 他做出来 对啊 他做出来的欢迎说 他心里在想什么 对不对 他这个 他虽然说他在家里说的企业理念 说得很崇高 但是他做出来的所有的目的 你看看 他好像只有一个目的 什么目的 对 就只是有钱 对啊 如果他的目的只是有一个钱 所以他做任何事情 都可以取得金钱的话 他任何事都会做 对啊 他就没有社会责任 他就没有理念 他甚至不管你消费者 会不会信赖我 他完全忘记了 对啊 他完全忘记了 整个品牌建立 还是说这个社会制度的建立 是要靠一种信赖 才可以继续维持得下去 对啊 那今天灭了顶 那明天 还不会有另外一个顶性集团出现 会 为什么 因为这一个社会 目前这个社会在 这个体制下面的管理 就是不断的发生 你看 从以前一直来啊 有没有 粉油 还有 淀粉 有没有 现在还有这个 你不断的的油 不断的在发生啊 所以说这个已经是 整个体系 的那种信赖感 已经是完全崩解了 为什么说信赖感很重要 因为你今天如果没有信赖感 这个社会人群之间 如果没有信赖感 你就不敢 你就不敢 做未来的事情 你就不敢 为什么 你不知道 这个是真的 还是假的啊 我现在这样 搪拄下去 结果是假的 我们就血本无归 对不对 你就会 你就会花很多时间 在确认 确认 确认这些事情啊 这个信赖感就不见了 信赖感的意思是怎么样 就是说 我今天 我如果有困难 别人会来帮助啊 今天别人如果有困难 我同样也会帮助他 这就是最基本的信赖感 你有发现 你有发现对吧 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 有人买好 倒在路边 有人敢去救吗 不敢 长久以来一直都这样哦 为什么 这个是信赖感完全崩解了 所以说这个 没有信赖感的社会 这种事情就不断的发生 好 这个根源在哪里 这个体制有给你信赖感吗 没有信赖感啊 这个体制上里没有信赖感 这个体制他所讲的 跟他所做的 根本就完全两回事啊 对不对 这个体制可以带领我们走出现在 台湾的国际困境吗 没有办法啊 对不对 就像阿姨啊 董孙共和民国总统 他要去入联 有办法吗 没办法啊 完全没有办法啊 对不对 那我们 我们台湾人出国旅游 拿着他的护照 如果在国外发生什么紧急状况 我们可以得到很及时的协助吗 没有啊 也没办法啊 对不对 中公体制有没有给你信赖感 完全没有信赖感 但是这个呢 这个啊 因为你有相当的信赖了 所以你才会来这边上课 对不对 你有相当的认识了 你觉得这个是将来你可以信赖的 你可以信赖 所以你会你会来 你也发现在他 在这样子的理论基础下 那你觉得这个未来是一个正确的路 可以走出去 对不对 那是怎么说 我们说的这个中华民国这个体制 他是一个 或是说现在的一些 一些一些台独论述 你如果你你这样子来反推就好了 如果他们那些的说法跟论述 都是正确的话 那为什么台湾军的现况 会是这样子 对不对 这个意思是说 你如果论述错误 你就会走很多冤枉路 我们做一个 给大家提供一个 另外一个案 一个例 在美国有调查 在美国有做消费者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习惯的调查 他在调查说什么 什么一款 你 什么 洗衣服 要怎么让衣服洗起来 更清晰 他就开始来调查消费者的行为 以前 他做 做 洗衣服的公司 他都因为说 我这个衣服就要让他洗起来 更白 看起来 那个色彩更鲜艳 有没有 他就在那 穿党 穿宰 穿家属 这样 就统统统 但是最后 他们去 做消费者的行为 的这个 调查 发现 消费者感觉这个衣服 洗了有生气 没生气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行为 举动 是什么你知道吗 对 撒起来拼一下 啊 胖胖 洗乾淨了 然后再拼 还有 还要炒肝生病 没生气 对不对 所以他用拼的 所以说 他们这个 洗衣服的公司 他怎么样 他的 他要做出来的生病 就要朝向这个方向去走 你还继续 要参加 那都是怎么样 浪费 对不对 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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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别说 到底你参加参加 洗起来的 不是真的会更鲜艳 洗起来真的会更白 他的感觉不是这样 他可能是用文的 港戒得力 就 刚才我说的 那如果论述 论述 如果不错 你就怕不出路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 所以 台湾民政府这个论述 你要继续的去 发现 你要继续的去看 那些文件 继续的看那个 新台湾路里面的内容 现在网路都很发达 网路都很发达 你要找这些资料 其实都不困难 都不困难 所以你就 再去发掘 再去多发掘一下 去验证一下 你的疑惑 验证一下你的疑惑 验证一下你的疑惑 好 为什么 我们要来台湾民政府 有可能 有些心脉想想一下 为什么我要来台湾民政府 刚刚刚那些企业经营 为什么他要经营哈雷 为什么他要经营星巴克 他总是有一些信念 有一些想法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好 如果说我们来台湾民政府 是因为有人跟你介绍 我来庞定一下 请问你敢来这里敢挤振振 我想大概很难长久 大概很难长久 如果说你来这里 是因为要对中央民国抗争 表达不满的执政内容 我相信你大概也走错路了 因为论述不对 因为你的论述不对 所以你也待不久 那如果说你是要对 中央民国的执政党制衡 那你的论述对不对 你的理论也不对 因为我们不是中央民国里面的政党 对不对 我们干嘛跟他制衡 对不对 反面啊 你要说希望台湾可以独立 你敢走到路 我刚才说的 台独论述一大堆啊 外面都一大堆啊 但是到现在有没有成功过 从来没有成功过 所以你如果是这个想法来的 我想你 你会怎么样 你会失望你也会离开 但是你的 你来台湾民政府的想法 是希望台湾人可以解 可以脱离政治炼狱 希望台湾的国际地位 可以正常化 正常化 那我相信 你就走对了 你就来对地方了 你就来对地方了 所以你的目标如果是这样 你的目标如果是这样 我给你请教一下 当台湾地位正常化的时候 你受过训 你可以成为官员 成为官员 你可以有薪水 这些东西都是附带的 都是附带而来的 是因为台湾地位正常化了 你才有那些嘛 对不对 你如果说 在意的是 就是 薪水 地位 名誉 那我请问你 你跟鼎星集团的 有什么不同 对啊 你为了薪水 名誉 地位 你不一定要来这里啊 你可以做别的事情啊 就好像鼎星一样啊 他只要钱而已啊 他什么东西可以不要管 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都可以得到钱啊 这是不同的意思 来 这个 这是很有名的金正博士 他在1963年8月28号 在林肯纪念堂的陶琴压 做一个演讲 演讲的叫做 我有一个梦 I have a dream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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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电话呢 你看多少人 多少人 25万人 25万人 25万人来听这场演讲 请问一下 那当时有Facebook 大家号召一下 走回来 那当时有推特 推一推 大家看到 赶快跑去看 像那个 像那个埃及的 有没有 对啊 埃及的什么 大家用推特 练练练下去了 都没有啊 那个时代都还没有啊 但是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人 愿意来听他演讲 而且 为什么 他讲了 这个演讲之后 很多人 愿意 投入 他这个理念 最后 美国黑人的人权地位 有没有改善 有有改善的啊 以前美国黑人 跟美国白人的地位 是不一样的 美国黑人是相对 他的人权是比较 比较弱势的 他最重要的 他说 我有一个梦啊 他把那个梦想 想出来了 大家觉得这个是对的 这个理念是对的 大家就对在走啊 所以他是一个带领大家 把这个现状改变了 把美国黑人的人权 不好的现状 今天 他这段演讲 他如果说 我有一个计划 可以改善美国的黑人 计划一 计划二 请问 你听到会怎么 听到计划三 你就睡了 对不对 大家是这样嘛 好 来 请问一下 What is your dream 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的来台湾民政党 你的梦想 你的希望 你的希望 就是要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因为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 合法的一些权利 合法在管理 合法上面的权利 我们就可以确保 你的梦 有一天 台湾如果已经了解自己的国际地位了 就好像各位来上课 了解这些规定 了解这些属性 了解这些法律上的概念 你就已经了解自己的国际地位 然后 你要来行刑台湾民政委新闻情 有什么 因为你要成为一个 合法的身份 你要有一个合法的身份 那你申请这个合法的身份 的人数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 就像刚才那个金安博士 那个演讲庭 那些人的时候 就有影响力的政治意涵 对不对 来 我来看 有一天 作为承担治理台湾人 自己事务的台湾民政府 有足够数量 和训练精良的官员 我们来几个人 四千四百的 四千的是标准 四百的是优美 对不对 要保障我们台湾人 自由旅行和旅行中 受到合法政府 有效保障的基本人权 台湾人可以申请持有 美国军政府 台湾民政府 发行的旅行证件 这就是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带给你的好处 好不好 带给你的好处 对不对 我们现在必须有课 可以申请台湾民政府 发行的旅行证件 但是你要先确定你的身份 你要先确定你的身份 你要用中华民国的身份 你可以申请这一张吗 没法 对不对 中华民国的身份 合不合法 刚才已经给大家看过了 那是不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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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法的 要有合法上面的管理 不会有 有一天 台湾已经可以用 符合国际法规范的身份 加入国际组织 可以来 因为参加国际组织 可以确保我们自己的权利 回应台湾归属正常化的呼范 在适当时期按照国际法 来解决台湾最终归属 最终归属 最终归属 我们有听过嘛 台湾第二未定嘛 对不对 未定嘛 政治炼狱啊 来 看一看 为什么现状不能改变 我们经常听到美国 是不是经常说 反对台湾偏偏改变现状 有没有 反对两岸偏偏改变现状 好啊 请问一下 现状为什么不能被改变 那到底什么是现状 来啊 美国反对 陆联公投 刚才有说到嘛 啊 就常常有人在问啊 奇怪 啊 台湾到底是民主化 为什么不能公投 可以投票选人 那投票 投票选择事情可不可以 应该也可以啊 按照主权在明 应该都可以啊 但是为什么不能公投 啊 为什么不能公投 速度看一下 因为啊 台湾 这个土地上面 目前有两种不一样的 生活的人啊 一种叫做流亡的中国人 一种叫做本土台湾人啊 那这两个不同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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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籍身份的人 而且他们各自代表的是 不一样的一方嘛 另外一方是占领方啊 代理美国军主占领啊 他是占领方啊 那我们是战败被占领的另外一方啊 这两个 这两个身份彼此是冲突的啊 对不对啊 彼此是冲突的啊 所以 你怎么可能把这些人 和在一起去公投 那到底要公投谁的利益 对不对 问题就在这里啊 那美国团队有 台湾独立一行的公投 那美国反对偏偏改变现状 那就问啊 那 台湾的现状是什么 那为什么公投 改变现状不可以 美国重申反对 台湾入联公投 他说 这个 陈水扁在追求这个公投啊 是单方面改变台湾的现状 而且违反了陈水扁总统 事部的承诺的所谓的 事部一没有 事部一没有 都违反了 而且他 重点他是这样讲啊 美国管理说 这项公投 无法改变台湾在 国际社会的地位 意思是什么 你公投 就算公投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都暂行 无法改变现状不 也是无法 无法 没有办法改变 来 这个 还有一个问题 好 那时间还是不要看 这个意思是同样 美国反对 偏偏改变 独立现状 这个 同样 这是用公投 改变现状 就是克里米亚来 就是乌克兰里面 是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公投 改变 他的现状 离开乌克兰 加入俄罗斯 他这个公投 他这个公投之前 德国中理梅克尔 就跟普丁说 克里米亚公投 是不合法 是不合法 不合法 不希望他举行 那一段 昨天新闻 大家有露印秀 这还今年的事情 2014年的3月9号 那我请问你 为什么美克尔总统 美克尔总理 说 克里米亚公投 是不合法 那他不合什么法 他不合什么法 他不合 乌克兰的宪法 跟国际法 乌克兰的宪法 跟国际法 跟国际法 乌克兰的宪法 根据乌克兰 乌克兰是克里米亚的 主权者嘛 对不对 中央政府嘛 你要离开 你要先自己说好嘛 他愿意让你 让你离开的条件 你这就可以离开了 克里米亚有跟乌克兰说好吗 没有啊 都没说啊 所以不合乌克兰的宪法嘛 那不合国际法 就是意思说 那 这个主权者都没有决定 都没有决定 你这个领土要怎么改变之前 你要离开进去俄罗斯 会不会被 会不会被国际承认 不会被国际承认 就是不合国际法 但是 克里米亚最好有去公投吗 有啊 他公投了 那公投结果 是不是都赞成 离开乌克兰 进去俄罗斯 对啊 他的结果是这样子啊 那请问一下 这一个行为 这个公投 没了 有造成 法律效果吗 数据上 他已经 立于俄罗斯 没有错 但是在国际法的法理上 联合国的大会表决 要求会员国 不要承认 克里米亚的 现状的改变 你会看 所以说美国 美国 刚才那位 那位新闻在说 他变成那一个 陆连公投 就算公投过了 也不会改变台湾的现状 就是在这里 有没有 会联合国大会 11493 有这个决议 在这里联合国 联合国 联合国大会 要求会员国 不要承认 克里米亚的现状的改变 暂行有100个国家 反对 投反对票是11个 那58个国 是投弃权票 所以这个议案是通过的 不要 不承认他 不承认他 好吧 那这里看的 事实上跟法理上 事实上克里米亚 已经投票了 但是法理上 他没有办法 得到国际上的社会的承认 甚至 普丁 他们都受欧美国家 俄罗斯 都是欧美国家的制裁 有没有 好 这就是国际法的 国际法 他的 他的 大家设计各国 要遵循的目的 如果不遵循的话 这个世界就会乱 好吧 这还有一个概念 就是事实上跟法理上 这个用一个故事 给大家做一个 不一样的概念 第一个 这个故事叫做 他是我爸爸 他是我爸爸 我们来看这个故事 是怎样 来 他才有一个叫单身的老王 还有一个叫做陈晓明 陈晓明有家人 叫做陈父陈母 叫陈弟 行文修了解一下 我们来看 故事是这样 老王车祸身故 法医验尸嘛 我们知道吗 以外事故 过去年 是不是都要感染 我们的验尸 他就验尸 在验尸 在验尸的时候呢 这陈晓明 他就来到 来到 来到感染 他说 他是我爸爸 你现在有点奇怪吗 陈晓明是什么 是什么 老王是什么 王啊 奇怪 他怎么说他是我爸爸 好啊 你要看 如果 如果 陈晓明 那是老王的后生 陈晓明在法律上 他有什么权利 老王生故了嘛 老王的遗产 老王因为叫车后隆尸 对不对 所以老王 他生故了 他的遗袖 可以把那个 验尸 弄死他爸爸的这个驾驶 他要求孙来陪秀嘛 有没有要求赔偿嘛 好吧 这是法律上 他的管理啊 但是 请教一下 陈晓明是胆 他现在这样说 他是我爸爸 这个时候他有没有 他可不可以行使这两项 法律上的权利 没法 那想 你要 你帮他想办法 那他该怎么办 到底是吗 他大陈晓明 他可以去 渗 渗 渗 DNA 好 渗 DNA 他自己是用了 他去 渗 DNA 渗 他在渗 渗出来了 渗 DNA 应该是 事实上 应该是的 但是 法律上 还不是 因为陈小明 还姓陈 他还有爸爸 他还有妈妈 他还有他的弟弟 他要怎么办 陈小明要怎么样 才能可以变成王小明 所以我们来看 过去他叫陈小明 现在他去研会 研会了DNA 99.9999百分之 一中写清关系 未来他要变成王小明 他要去做一个法律上的程序 法律上的程序 他要去通过 他再当中他的新婚 变成王小明 他就要怎么 他要去判断 他要去判断去判断 判断说 他跟老王之间有亲属关系 他要去废弃他这边的 他要废弃他这边的新闻 他才能够取得老王 儿子的身份 他叫我下去行使 他要去管理 对不对 所以是这样 这就是法律上跟事实上 还是有一点差别 这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 好吧 这是陈小明 法律上事实上 他刚才有改罪过了 好吧 那再问大家 台湾的国际现状 也存在着法律上跟事实上的问题 事实上 英语用语就是de facto 法律上 他以英语再用 就是de facto 这个 我们来看 这是既年的新闻 自由时报来这一下 美国中情局1949年的文件指 台湾地位未定 他在这 在这下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这是1949年3月撰写的 一份疾病文件写出来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法律地位有在对日合约来决定 美国和英国虽然在波士团宣言中 承认了开罗宣言 苏联也接受开罗宣言 但是美国和任何一个强权 都没有正式承认中国 把台湾并入进去 跟我们头前讲的完全同样 对不对 对啊 法律地位嘛 法律地位要怎么解决 后来 刚才说的1949年 1950年6月27号 韩战爆发 那两个美国总统叫做渡了门 他就对韩战 有一个声明 他这样说 这一句开端是说 台湾 如果是在台湾 如果落入共产主义者的话 那对于这个太平洋的安全是有危害的 是有危害的 而且会阻碍美军在这个太平洋这边的合法的运作 合法的运作 所以 因为这样 所以 杜鲁门他下令 第七舰队 来保护 福尔摩萨就是台湾 保护福尔摩萨不要被共产主义者的 攻击 因为这样 他的要求 I am calling up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 Formosa 这是什么 Chinese government of Formosa 他不是什么Chinese government of Formosa 他就是在说蒋介石这个政权 他就是在说 Chinese government就是什么 就是蒋介石的中华民国 Chinese government on Formosa 在Formosa上面的这个政权 就是 他叫做Chinese government 但是他不是Formosa的government 对不对 所以他不是用of 他是用on 对不对 你看看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of United States 这不同样 To seize all air and sea operation against the mainland 他叫蒋介石 这个中国人的政权 在台湾的这个中国人政权 不要对中国大陆海空的攻击 他要求他这样做 不要做 后来有那个蒋介石 他这样子不是都说 要反攻大陆 对不对 后来都改造三民主义 统一中国 对啊 是这样来啊 第七舰队 We will see that this is done 第七舰队 会看着他 叫蒋介石不要攻击 然后也预防 中国大陆那边的共产党 不要打到台湾来 对啊 那你们想对这句话啊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future status of FOMOSA Must await the restoration of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A peace settlement with Japan Or consideration by the United Nations 他这句的意思是说 福尔摩沙最后的法律地位 未来的法律地位 要等到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已经回复了 而且要等到对日合约的处置 或者是说联合国有其他的考虑的方法 所以说台湾地位在那个时候有没有定 未定 为什么 才占领当中嘛 1950年嘛 还在占领当中嘛 然后 占领啊 不可以 移转 主权嘛 所以它是一个暂时的状态嘛 一个未定的状态啊 后来一直到1950年的7月26号 英国的代理外相 Kate Younger 他也有说一句话啊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have recognized the de jure 有没有 法律上 The Chines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is th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China and as such entitled to enjoy the rights of the Chinese state 他这句话就说 大英帝国政府在1950年已经在法理法律上承认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因为他在法律上这样子承认这个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之后 那英国的英国他就可以享有在中国的一些好处了 但是他后面这句话就说哦 FOMOSA 台湾 Is still de jure Japanese territory 有没有 1950年 英国的代理外相说的 台湾 FOMOSA 在法理上 法律上 FOMOSA 仍然是日本的领土 而且啊 there is no government of FOMOSA 有没有 Government of FOMOSA 而且在福尔摩沙上面 没有福尔摩沙自己的政府吗 也没有福尔摩沙上合法的政府啊 都没有啊 这就是那时候台湾的地位啊 再来看 他在1951年 5月5号 那个麦克阿瑟将军 他在国会做听见会的时候 他也有说啊 Legalistically FOMOSA is still a part of the empire of Japan 1951年 麦克阿瑟将军跟你说的 福尔摩沙 在法律上 仍然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 日本帝国的一部分 在那个时候 好啊 但是一直来到 你怎么看 以前那些都是法理上嘛 但是一直到1952年 4月28年 他当初 簽国金山国平台国下去了 日本 新的日本国 放弃台湾的right title 跟Claim之後 他跟中华民国簽一个中日合约 他这个中日合约 他这个 他的夜公钞 是代表 共产民国去簽的 簽了 回到 把他的立法委员 做报告 不过就是他就这样说 古金山合约 并没有规定 把这些島嶼 归还给中国 古金山合约 就是法律上 法律上 没有把島嶼 就是把台湾澎 归还给中国 要去法委员再问 不然 台湾是什么 他说 事实上 有没有 defect 事实上 这两个地方 由我们控制 由中华民国控制 但是这个 微妙的国际形式 他在说的是 就是和平条约 法律上 使得他不属于我们 就行了 这个真的很清楚 那么让他说了 открыutes 为什么 那 在这个情况之下 日本没有权利 把台湾跟澎湖 移转给我们 就算日本有意如此 我们也不能接受 日本也 没有办法 表示这个意见 因为 他已经放弃了 已经放弃了 所以放弃的东西 他也没有办法 再去主张要给或不给的问题 这是文献里面的资料 所以你又可以看到 台湾跟中国 跟现在的中华民国没有关系 再来杜勒斯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954年 十一个人在参议院里面 他才会说话 The technical sovereignty of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has never been settled 就这个福尔摩沙跟澎湖的主权来讲 从来没有被解决 还没有被解决 在到1954年的时候都还没有解决 This is because the Japanese peace treaty merely involved a renunciation by Japan of its right and title to these islands 因为为什么 没有解决是为什么 是因为日本在 最终三和平条约里面 他是放弃right跟title而已 他将放弃管理而已 所以没有解决了 而且未来也不会决定 因为根据这个日本的 这个最终三和平条约 跟中日合约 也没有决定台湾的未来 未来要去到哪里也都没有决定 他只是放弃 放弃而已 所以变成台湾地位未定 就是从最终三和平条约开始 之前是法理上还是日本 大日本帝国一部分 事实上那个时候是被 蒋介石他们军事占领 但是一直到最终三和平条约 开始了好 因为日本放弃了right title 这些法理上的权力了好 台湾地位变成未定 他的法理地位未定 是这个意思 再来英国 1955年的1月26号 他们在讨论台湾问题 他们说合法的 应该称为窃取 这个说什么 这个说那个 那个什么 开罗宣言 这个说开罗宣言 窃取是在说开罗宣言 合法取的领土在说什么 在说马关条约 说马关条约 所以说合法领土变更 不应该称为窃取 这英国说的 1955年 借取人一说 即使我们世界主张台湾的地位 跟大陆沿海主导 也不会增加 英国跟北京的关系 更何况 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子 因为在这个时间 1955年的时候 大陆沿海主导 无疑是中国的一部分 金门 马祖 对不对 而且台湾在这半个世纪以来 1895年 现在1955年 半个世纪 1900年开始 半个世纪以来 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有清澈吗 叫你清澈啊 好 法国总统 1964年 他先对国际上和平交友 他有说几句的 福尔摩沙 就是台湾 was detached from japan but it was not attached to anyone 1964年 法国总统 庞弊杜 他就说 古金山后边交友 台湾 福尔摩沙 自日本 离开了 但是 也没有把它决定 离开之后 我们用台湾说 没跟日本没合到的 但是也没有决定 说不几乎人搭 意思就是这样 古金山后边 创造了一个这种现状 英国 在1966年里的 人类国大会 英国代表也说 台湾问题的讨论 已经很多了 如众所周知 最重要的是 台湾的领土主权 都没有决定 跟前面说的 完全一致 因此 我们的看法是 谁能在联合国 代表台湾的问题 没有结论 为什么 也没有台湾人成立的政府 可以代表台湾人 进入联合国 中华民国 可不可以代表台湾人 没法 就是一脉降下来的 法理的概念 世界各国完全都知道 就跟我们台湾人 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去用评 去用他们用教友给我们评 用策误的历史 跟策误的教友给我们评 所以 这样我们看过 越来越清楚 一直来到 秘书长带领228个台湾人 去告美国政府 这是高等法院 二审的高等法院 判决内容 这判决内容 很重要的指出了一些概念 很重要指出一些概念 这一个案号 这是一审的案号 这是一审的案号 案件 他这里面 高院的判决文里面 他要引用 这个一审法官 Brown 他的 他的 他的观点 他的观点里面 这样写 美国和中国 混乱的这个关系 已经六十几年了 但是因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这样混乱的关系 导致台湾人 台湾人陷入政治上的炼狱 Inpolitical Pogatory 这Pogatory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政治炼狱 所谓政治炼狱的意思是什么 上不了天堂 下不了地狱 卡在那中 不定 未定 未定 这个政治炼狱 营毅的意思是什么 上不了天堂 下不了地狱 卡住了 During this time the people on 台湾 have lived without any uniformly recognized government 台湾人 有国际上一致承认的政府吗 没有 他这个法官的 已经很确定了 已经看出来了 台湾没有 国际上 一致承认的政府 而且 台湾人 是在国际社会里面 是一个未确定的状态 uncertainty status 未确定的状态 而且是每天都未确定 每天都会确定 所以这是我们台湾人的悲哀 所以我们的改变 我们就是要改变这个 我们要改变这个 所以说新闻里面 最近的新闻 8月21号 网友气数说 帝国国国不承认台湾的国籍 我们本来就没国籍 对不对 你要用中华民国那个国籍 也不会被承认 因为他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当然不会有国籍 所以他就气数 失根得藩属 但是 你如果刚才这个网友 你就告诉他 不要再哭了 赶快来认识 台湾民政府的法理认输 你就可以找到台湾的出路 台湾出路 你就不会再认为自己没有国籍了 你的国籍就会慢慢找回来了 别人说台湾地位未定 人 人都说台湾地位未定 他说台湾地位已经确定了 谁说的是真的 谁说的是假的 来到这里 我应该美国改选了 太阳花这些学业领校 跑去美国 开美国的国会记者会里面 记者计会部里面 叫美国改变一中政策 我给你请教一下 叫美国改变一中政策 可以改变台湾现在未定的状态吗 没法 你要美国改变一中政策 那改变二中好了 那一中就是中国大陆那边 那二中就是台湾 意思是台湾 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什么时候台湾会变成二中 对不对 这很奇怪 好 两岸中国人都要统一 为什么美国不反对 我们刚才有说 他们是中国人嘛 他们的行为就都要统一啊 对不对 对啊 他们是中国人要统一啊 不是把台湾拿过去统一啊 美国干嘛要反对 那些金马马祖本来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们统一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 对不对 对啊 所以让我一个共同点 遵守中华美国宪法 而且 让这个现 目前这个现状都不动 维持现状 有没有 他 他 有一个四部嘛 对不对 马英九有一个 不独不统不无嘛 就是都不一定的 就是啦 要遵守中华美国宪法 你比较比较比较 这个我就不再念了 你就去比较上 你去上网去看就知道了 而且 那些 他这 这 文会堡里面 马英九说 统一是两岸政策的基调 他就这么说啊 建法征修条文是 因应国家统一全的需要 马英九讲的 跟我讲的都一样 对不对 他都是 他们就是要统一啦 中国人要统一啦 但是他们要统一不会 不会被人家反对嘛 但是台湾说要独立 就会被人家反对啊 对不对 两岸中国人 他们强调不是国际关系 跟刚才大法官视线 都同样 他说不接受一国两制 当然他是 他是因为益牧民走去中国 要说一国两制 要反制一下 不要一国两制 但是益牧民回来后 还说一国两制也没有什么不对啊 这都是中国人嘛 他们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要统一 好啊 那改变的现状 就是台湾地位要正常化 那 那 我们要回复台湾的初步就是 第一 我们一定要来确断的行为 people of 台湾 所以我们要行刑什么 台湾民政府的精骗生命证 那不是本土台湾人的 他就变成居民 那本土台湾人的政府要准备好 我们来训练足够的官员 所以来训练足够的官员 现在 我们来跟白人说 跟这个 了解的台湾的国际地位 真相 又说给白人听 又说给白人听 为什么是台湾民政府呢 你注意看嘛 政府国 一军事占领是一个军事政府 军事政府是一个外来 你如果要管你自己 你就要用一个民事政府 就好像每一战争也是 某一的克民政府 那每一次战争呢 在台湾这边呢 那当然是台湾民政府 这国际法上就是这样子 战争法上就是这样子 好啊 这个 这个 apple的创办人 他 他创办apple 我刚才说的 think different 他们 因为苹果存在的意义 就是要不断的挑战 所以说他不断的能够创新 所以说他不断的能够创新 那贾伯斯 他因为创新 他是不是很有钱的 但是 他说过啊 Being the richest man in the cemetery doesn't matter to me 做一个好的人 不然 在台湾里面 做好的人 他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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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在乎的是什么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可以告诉我 他可以告诉自己 我今天做了一件 是很wonderful的事情 这才是他所在意的事情 但是你看 比较他跟魏映聪 对不对 那个思维是完全不一样 这 改变现状 你就是这种人 因为事件的关系 这个我暂时就不再讲 好 那 我们要回复台湾的国际地位 第一 我们要把 中华民国盖在 这个我们身上的 盖在这个 这个事实上面的那块布幕要把它拿掉 我们要勇敢的把它拿掉 拿掉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他这三种身份 我刚才有说过 那 带领美国军事占领 这件事情 要变成 美国亲自军事占领 那 我们知道的讯息 美军已经进来了 进来了之后 这个呢 他就要 他就是要走了 因为自己就来了 他就要走了 那这个治理当局呢 名不正 云不顺 我们要把它变成 台湾民政府 那下去 才是我们 恢复台湾的国际地位 正常化的初步 但是 要变 这个要执政权之前 我们要足够的人 要来确认自己的身份 我们要确认自己的身份 叫 People of Taiwan 好啊 最后 大家 奥巴马 他在竞争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改变 奥巴马 他在竞争的时候 他有说 改变 Change will not come If we wait for someone some other person or some other time 改变是不会发生的 如果 你是要等着别人 或是等着另外 等着其他的时间 再来改变 这样改变会发生吗 不 不发生 完全不发生 谁才是改变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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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才是改变的主角 We are the one we've been waiting for We are the change that we seek 我们就是 我们自己 就是我们要寻找那个 哎 没找你来改变好不好 不然我们等多个时间来改变好不好 不用 我们自己 改变台湾国际地位 所以 这个不正常的现状 让我们回复正常 正常的国际地位的主角 这样 今天跟大家讲到这里 以上 祝福 谢谢